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晨晨的分享天地頻道 今天的哲子教室呢 要來教大家怎麼用一張紙 一張紙喔 做出衣服跟褲子 然後這是用大貝咒的紙折出來的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學習吧 今天呢 我是用這張紙來做示範 它是印有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的字 然後中間呢 是往生咒 它是雙面的 這邊是燙金的 這邊是 這邊是正面 這邊是背面 那它長寬呢 各20.2公分 那一開始呢 我們先對著成衣的長方形 然後打開 再往中間線 折 可以提好 然後上面也是 對到中間線 折 然後翻面喔 翻面 然後呢 這邊是中間線嘛 然後我們這邊要把它 翻出來 這個對到中間線 另外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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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側也是一樣的 另外一邊 另外一側也是一樣的 背面是長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再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這邊 折到哪個位置呢 就是這邊的寬度 跟這邊寬度是一樣的 然後等於說 我們折到三分之一的位置 等於說這邊是分為三等份 然後因為我是用目測的 那你覺得你目測不是很準的話 你可以先用量 量這個長度是多少 然後分為三等份 那我覺得我目測還蠻準的 所以我就用目測的 對大概是這個位置 然後把它折 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我們再稍微 折0.5公分 這個位置 0.5公分 也是用目測的 那如果你覺得目測不是很準的話 也要用量的 量完再把它折 對大概是這個位置 0.5公分 側面是這樣子 那這邊是長的嘛 這邊是短的 那這邊呢 我們再把它折三角形 到中間 線的位置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把它打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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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剛 剛才的折線呢 把它折進去 然後折進去 然後折進去 然後往上翻 那這裡呢 我們把它折進來 盡量喔 盡量喔 盡量往中間 盡量往中間 這裡 把它折進來 盡量往中間喔 這個位置 折進來 然後呢 然後呢 這裡 這裡也是把它折進來 上面 盡量往中間 盡量往中間 沒有到中間 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的紙是有厚度的 所以 不能完全在中心點 中線 就是中線的上面 這樣 那沒有關係 好 那這邊呢 這邊會有個開口嘛 這邊我們做褲子的摺痕 摺一點點就好了 這邊摺一點點 然後這邊要跟這邊對齊喔 就是對稱 對稱就是一樣的大小 一樣的摺 這邊呢 我們把摺一點點 剛好它這裡有一個紅色的寬度嘛 我們就摺到紅線的寬度 大概是0.8公分 目測是0.8公分 這邊 好 那這裡呢 摺到這個位置來 這邊 上面 摺到這個位置來 好 往下 側邊這樣子 這邊摺 摺仔細一點 這邊還有個摺痕 然後呢 這邊再給它摺一下好了 讓它 讓它摺痕更明顯一點 好 過來 這邊 然後呢 這邊 以這個為準 對角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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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角線喔 這邊摺到這裡啦 等於說我們這邊要翻開 這邊做為支點 放大 放大給你們看 這邊做為支點 然後摺 摺到這裡啦 這樣子 然後這裡也是 這邊摺到這裡 好 那這裡也是一樣喔 這邊 這裡 摺到這裡啦 好 那這裡也是一樣 這邊摺到這裡啦 好 好 這邊呢 有稍微跑掉了 把它用進來 那順著剛才我們的摺線呢 這樣子往下壓 然後這邊呢 就會有一個 衣服的袖口 衣服的袖口 做出來了 然後呢 這邊 這邊 這邊是做領子的部分 這邊 中間線摺 往中間線摺 這樣子 然後這邊要對襯 領子這邊要對襯 好 這樣子 接下來呢 往上摺喔 往上摺喔 往上摺 然後摺到哪裡呢 就是你翻過來 那我們對 我們 我們 大概找那個領子 卡住那個衣服的位置 大概是這個位置 卡住這個位置 這個 我們調整一下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之後呢 這邊捏住 捏住 然後往這邊 然後這邊把它壓下去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就是那個領子 剛好就是 會卡住那個衣服 這樣子 那這樣子 我們就完成了喔 完成了 就是用一張紙 然後同時做出 衣服跟褲子 這樣子就完成了 然後這邊呢 這邊會有個角角 我覺得這邊可做可不做啦 因為基本上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 如果你想要在 褲子這邊再做一點修飾的話 我還會再這樣摺 摺一個小角 摺一個小角 然後 這邊 把它打開 打開然後 剛才那個小角把它摺進去 對 就是有一種修飾的效果 這樣子 有點修飾的 邊邊的效果 然後這裡呢 一樣摺小小角 摺一個小小角 這樣小小角 小小角 然後呢 一樣喔 這邊把它打開 剛才那個小角的部分嘛 把它壓進去 這樣子 這樣子 褲子這邊的邊邊 就有修飾到了 那這個可做可不做啦 我覺得 反正 看你自己囉 然後這裡的話 我會再用雙面膠 把它黏住啦 那你可以不黏 那雙面膠呢 我會貼在這裡 因為有時候怕它跑掉嘛 所以我會把它固定住 對 對 我給你住 然後把它 這樣 卡那個衣靈 卡住 然後 卡住之後呢按 然後這樣子它就不會 跑掉這樣 那基本上這樣子就完成囉 挺多再做一點修飾 那請幫我按訂閱 按讚 及分享 我愛的朋友呢 Thank you for watching Please like the video Subscribe my channel 我們的摺紙教室呢 下次見 拜拜 See you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